第七十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將在五月下旬展開 但衛福部證實 截至九號網路報名截止前 台灣官方仍然沒有收到邀請函 中國國台辦則回應 原因是民進黨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過去八年來 台灣都以中華台北名義 和觀察員身分與會 但去年的官方邀請函 首度強調一中原則 儘管如此 衛福部表示 直到WHA正式開始前 一切還有轉機 法國總統大選由中間派的馬克宏獲勝 七號選舉結果出爐當晚 巴黎東北區聚集了將近300人示威 抗議馬克宏的自由經濟政策 但後來演變成連夜動亂 最終有超過140人遭到警方逮捕 八號同一天 警方也接獲目擊恐怖分子的舉報 一度封鎖重要交通據點 巴黎火車北站 並撤離乘客 不過現在已經重新開放 遭控褻獨宗教罪的 印尼雅加達省長中萬學 九號被法院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且不得緩刑 中萬學在去年九月份競選連任時 質疑對手操弄可蘭金條文 因此被控侮辱一次懶教 他的選情也受到影響 最終在今年連任失敗 這次判決宣布前 警方已經派出數千人 在雅加達市內戒備 防止支持和反對中萬學的群眾發生衝突